我邀请您观看下面这部关于犀牛的短片 以便对地球上一个最具标志性的物种的不幸遭遇 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拯救犀牛出一份力 一旦失去它们就再也无法挽回 它们必须停止猎杀犀牛 因为这跟屠杀我们是一样的 这句话让我感到很心痛 我们不想破坏非洲人的生计 也不想毁掉非洲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遗产 无论我们购买犀牛脚是出于何种目的 我们必须想想非洲的人们 以及那些濒临的犀牛 还要记住 在我们国家 购买犀牛和含有犀牛脚成分的药品 属于违法行为 在南非的克流阁国家公园里 一头死去的白犀牛躺在地上 他的腿和后背被剖开 眼珠被挖走 脚被从根部剧掉 工作人员用徒刀割开了犀牛的身体 试图找到飞镖或者子弹 探员用金属探测器在附近扫描 寻找子弹壳和其他证据 几分钟后 金属探测器响了 子弹找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斯威士兰 西兰皇家公园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 斯威士兰的偷猎活动十分长绝 到上世纪60年代 由于偷猎 过度捕猎 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缩小 当地几乎所有大型狩猎动物都已经绝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犀牛战争 让仅存的犀牛遭遇了灭顶之灾 50多年来 莱莉一家人一直努力保护犀牛 让斯威士兰成为繁荣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创造了斯威士兰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所有的迹象似乎都在预示着明天会更好 但是最近几年 犀牛战争在非洲卷土重来 斯威士兰的犀牛种群 又陷入了前途未捕的境地 在晴晴 3月3日 他们处置了猎猎猎猎 猎猎猎猎猎猎 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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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 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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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一瓶在尖尾的尾巴 然後紫尾巴往下 那竿而然那些牠會牠們 牠們牠們的牠們 牠們不會讓牠們走近它 他們會牠們過於牠們 然後把牠們的牠們削開的牠們 半面對牠們的牠們 我们有几个例子 在那里的蚊子 有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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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肉 有些肉 在嘴巴上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 斯维士兰境内的偷猎问题 并没有它的邻国南非那么严重 南非的犀牛数量 占全球总数的90% 由于克流格国家公园的犀牛数量 居全球之首 公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1年 有252只犀牛 在克流格公园被残杀 这个数字超过了 在南非被猎杀的犀牛总数的一半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危险 目前为我们的状况 最糟糕的状态是 每一只犀牛 每一只犀牛 麦格斯是环境犯罪调查 和航空服务机构的负责人 也是该机构野生动物犯罪 反应部门的高级成员 环境犯罪调查和航空服务机构 成立于2010年 负责协调南非国家公园管理部门 警方、军方和执法机构 共同打击猎杀犀牛的行为 用不来的创以主编则 和创主则的创决鲜 原创困幸运创 权满河 我们非常非常幸运 我们非常幸运 船很像 我们的最好 将军村 对 ait stands between the rhino and of course the poacher What we're doing this morning is we got an informant a confidential informant of us contacted us saying that he had information of a group of poachers coming in he couldn't give us a number That they are armed They are coming after rhino 布魯斯是犀牛保護部門 僅有的17名成員之一 而他們負責的國家公園 有荷蘭那麼大 偷獵者通常使用跟蹤雷達 來尋找犀牛 然後通過無線電 把犀牛所在的位置告訴給射手 只需幾分鐘 他們就可以斬獲犀牛角 帶出國家公園 2011年的前三個月裡 公園共抓獲了89位偷獵者 但是逃脫抓捕的偷獵者 的數量要遠遠多於這個數字 今天的搜索沒有結果 1977年 賓威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簡稱SIDES 宣佈禁止犀牛角貿易 在這之前犀牛幾乎瀕臨滅絕 黑犀牛曾經是世界上 數量最多的犀牛種類 上世紀60年代 世界上大約有10萬頭黑犀牛 但是由於捕獵和偷獵 僅剩下2400頭 如果不是CITES 的話 蟹脈會被人死掉 因為CITES 蟹脈已經生存了 現在我們有25,000蟹脈 的世界上 但是在過去的幾年 偷獵急剧上升 骑牛 施活的流量 是不耗求的 这种种目的流量 会 inciner 出生的流量 这种流量的流量 绑合在地下 越 провод的流量 越来越能越了越派 越来越高 越来越越了越越 和越南竿 越南竿 犀牛是被称为非洲五霸的动物之一 犀牛为南非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旅游业收入 在南非 由社区牵头把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保健 与环保和物种保护相联系的计划正在蓬勃兴起 其中的一个计划是为住在克鲁格以及附近地区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这儿是非常重要的为我们的団体 Yi 因为我们社区人人生建立的工作 它们是移民来 ties迁之外来的 他们放到这儿 所以它们修为联粹了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只有联目这些人的联系 他们要求自己的联系 支持自己的联系 如果他们失去、这就会让整员 resulta会让整个公司来疲惊 伦斯堡是CITES的执法部主任 在CITES的环保理念中 野生动物的长久的未来 将有赖于可持续的乡村发展 当地人需要成为项目执行中的伙伴 很多的猪猪 在现在的情况下 以我的认为是犯罪的犯罪 人们在猪猪猪 人们在猪猪 其实在其他人的生命中 如果他们继续杀了猪猪 这就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全副武装的管理员和偷猎者 上演着猫猪老鼠的死亡游戏 执法人员日复一日地冒着死亡的风险 保护着犀牛 几百年来 犀牛角在中国和越南 一直是一种传统药材 在点击鼠标就可以方便购物的今天 亚洲的新兴经济体 对犀牛角的需求急剧上升 亚洲的某些新贵们 喜欢随心所欲的消费 而新的国际走私团伙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正在大举侵入非洲投落 犀牛角的体积较小便于运输和携带 我们在船舶上摘捡了 每个桶都要摘捡了 西尔登是南非国家检查机关的高级检查官 越南曾经栖息着数千头爪哇犀牛 2011年 越南的最后一头爪哇犀牛 死在了偷猎者的手中 然而 越南并不缺少犀牛角 越南成了犀牛角的一个重要市场 也成了从事非法贸易的 走私者的目标 我们只是放在家 我们只希望 这位画名为孙先生的河内居民 花两千美元买了一块新牛角 在一个特制的碗磨了二十分钟后 这只碗的一侧画着一只犀牛图案 孙先生把粉末倒进一个玻璃杯 然后喝掉了杯中的五百色液体 在河内的市场上 购买犀牛角并不难 但是是真是假就难说了 越南的SITES管理机构认为 市场上出售的很大一部分 犀牛角是假的 尽管黑市上犀牛角的价格差异很大 越南的交易者 要价从一克四十美元到一百四十美元不等 最高时 能达到黄金价格的两倍 也超过了可卡因的价格 越南政府和执法部门认为 越南只是犀牛角到达最终目的地前的一个中转国 两只白犀牛急速奔跑 试图逃离正在降落的直升机 一只被击中 几秒钟后 震惊剂的药效发挥出来 这个重达三吨的动物应声倒下 昏厥过去 工作组跑不去迅速行动 他们要赶在药效消退之前完成任务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选择 我们没有任何选择 这是我们的目标 最重要的就是 调查状态的状态 与其诉讼 DNA搜索 在我们的批评中 DNA搜索 可以在车船船中 和国家的状态 工作人员这一天 还要从三只犀牛身上 采集DNA 今年北凯普省 已经损失了一只犀牛 南非政府正在对偷猎者进行反击 来自南非国防军的士兵 已经部署在克鲁格国家公园 2012年 已有三名犀牛偷猎者 被判处25年监禁 这是南非迄今为止 对犀牛偷猎者的最严厉的判决 作为批评中 你必须明白 如果想到我们的国家 去捕捉我们的国家 你会遇到法律的力量 但是杀戮没有停止 今年 因偷猎死亡的犀牛数量的增长速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战争 但如果我们一起工作 在国际和国际上 在国际上 我们会赢得这个战争 他们必须不断鸣的祸鸞 因为他们像是我们的杀绍 中文字幕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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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幕作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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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 太好了